这次为什么您拒绝和罗友浩对峙 因为当时比如说像韩寒跟您 就是您提出了要跟韩寒面对面谈的时候 韩寒拒绝了您 您当时认为就是说韩寒可能是被打中了要害 有点气急败坏 还教育他说年轻人你不要这么火气大死 那您这次为什么要拒绝罗友浩 这个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对韩寒的质疑是一种理性的质疑 有理有计的不是说无理起闹的 那么你面对这种有根有据的 非常理性冷静的分析的这种质疑 你做一个公众人物是应该给出一个回应的 应该是给出这种有根有据的回应 不是说要韩寒来跟我什么到视频上去吵架 或者我打听到说他到哪会做节目 我要带人去堵他什么 那就变成闹事了 不是 我希望说我们两个人心平气和了 来谈一谈 来让希望他能够回答我的质疑 而不是说像韩寒对待麦田的质疑那样 什么闲赏赌众发誓 那都不是质疑的方式 而至于罗永浩这次 那纯粹就是这种无理起闹 甚至是诬告 对啊 他没有任何的理由 没有任何的道理 而且他实际上很清楚事实的真相 知道说这个资金不是我在管理的 知道这个资金是网友们当时发起为了支持我的 也知道说我没有从那里拿过钱 因为他跟那个资金的管理人 彭建律师以前关系是很好的 彭建律师还曾经代理过他的案子 为他为过权的 所以他这个纯粹就是为了搞错 可能还带着这种炒作的目的 就是这种流氓手段 而且他已经都告到什么公安局去了 告到宿复局去了 那我们就留着让公安局宿复局去查好了 我何必再跟他来纠缠这些呢 他本来就是想 借这个机会可能在媒体上再报报官 然后或者呢 这样子他觉得自己口才比我好 然后什么两个人一起到哪一个网站 然后把我偷骂一顿 什么的 甚至说打听到我要到优酷去做节目 然后就要带人去读我 所以这种纯粹就是一个炒作的 还有一个就耍无赖的 手段我干嘛去跟他 去什么争论几乎的好气 我两个人见起来肯定就吵架 这个人最不喜欢这种 所以完全没必要 我觉得这样是太跌缝了